和我们一起来学习书法 在前面的讲座当中呢 田老师已经把欧阳荀的有关小凯和中凯 给我们做了很多介绍 今天呢 我们主要涉及大凯以及榜书的部分 那田老师 那么涉及到欧阴凯书呢 我们要是学习大字榜书应该怎么样去学呢 关于欧阳荀的大字凯书这个问题 我们只能做到一种探讨式的研究 为什么呢 因为迄今为止 我们还没有见到过欧阳荀的大字 真迹我们也知道 也就是说比九成功这个字的型号再大的 我也没有见过 欧阳荀啊 大字肯定当年写了不少的 从史料记载上 我们可以知道 欧阳荀曾经写过道林寺 这是点额了 那么肯定做了一个书法家 尤其像欧阳荀这样一个 在唐代是个接触的书法家 他肯定写了很多大字 他不会均匀在中凯与小凯之中 而且也无法推测说 欧阳荀大字写的不好 那都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因为是这个代四年远 也就是年代九远 我们现在呢 真的很难见到他的字迹 可是我们经常学习欧阳荀字 因为不能以后只限于写中凯和小凯 那么还得写大字 这就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 在我们研究这个问题当中 前人也不发现力的 给我们留下一些东西 因为欧阳荀这种欧体字 既然成为一个欧体 自然成为一种体系 也就是自唐朝到现在 始终在有人学习欧体 不然就不称其为是欧体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历代大家们写了不少 欧体风格的大字榜书 我们见到过不少 我们对这些东西呢 也做了一些粗略的总结 也就是说 我们凡是一个学习欧凯的人 不应该只是学习欧阳荀现任的几本字帖和贝文 而是应该对于后继者 那些个者有成就的书法家的 也就是欧体这个系统当中 那些个成就的书家 也应该对他们有所研究 因为欧体还在发展呢 是吧 还在丰富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谈一谈大字这个问题 应该按规律讲 从中凯为基础 小凯应该比欧 比这个中凯的虚比要多 远比要多 另外呢 这个漏分的更加明显 既然小凯是如此 那么大字就相对而言的 恰恰相反了 也就是说在中凯的基础之上 大字党书 欧阳荀的凯书这种书体啊 应该是方笔多于中凯 识笔多于中凯 藏风处多于中凯 因此我们写起大字来以后 肯定是要战术 就站立起来要写 我以前讲过这个问题 关于宣找的问题 写大字必须要旋轴 在对连的这个大小的基础之上 以上都必须要旋轴的 那么写新草书呢 中凯以上都得要旋轴的 这是应该适合于旋轴这个阶段 那么我们现在说呢 大字写好了 特别对凯书而言 这里边也有一些个统一的规律 并不是说欧阳荀的独创 或者是我们一种什么发现 应该是说很多书体 人家都写大字 都写档书 那么大家慢慢慢慢的取得一个共识 大字写好的一些个 说我们通俗话有个窍门 那么我们现在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窍门呢 就是前辈书家有这样一个总结 他说呀 大字不要好 只要空又小 你看这个话说的就很很高妙 写字怎么可能不要好呢 肯定希望它好 他说的大字不要好 这就是虚语 是对后面的句相对而言 只要空又小 在大字当中那些个空余地 或者是那个这个圈远的地方 要小 肉白的地方要少 这就会好的 所以他说的大字不要好 并不是真的不要好 但是只要空又小 那么大字就会好起来 因此呢 我们呢 总结前人的经验 和根据欧奇楷书的特点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就是说 笔画要比中楷相对的要粗 我们所讲的这个粗重 是指的 缩小到中楷之后 如果我们现在用了一个这个 这个影印技术 把它缩小到中楷 就发现比中楷的笔画粗 因为既然是大字 肯定单说一个笔画 是要比中楷要粗的多 但是缩小的中楷 也是要比中楷要粗的 是这样 那么写小字呢 小楷 需要他非常的放松 需要非常的疏散 疏敖 而大字就要严谨 所以我们反复地讲 大字缩小以后 不等于是小楷 小楷放大以后 不等于是大字 这个关系 务必是观众朋友能够听得清楚 所以我们呢 像这样 一边做演示 一边的在做讲戏 有没有办法 还有没有办法 那是 有没有办法 是 您 工程 很显然这识笔就比虚笔多多了 对 另外呢 它会出现一些白风 类似这样的白风 这种白风呢 非但不减 减少欧字的这种风貌 相反加重它的这种老辣程度 那好 田老师 您再给我们写一幅更大一些的字好吗 可以 咱们再写一个单字吧 我打算就是再写个龙字 再写个瘦字 因为大家经常写的那种字 更容易接受 好不好 好的 咱们演示一下看一看 关于在写大字这当中 特别是在的榜书 在写的当中呢 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落款啊 尽量不略穷款 什么的穷款呢 就字数太少 本来呢 大字呢 就是孤零零零一个字 因为在落款呢 又是非常简单 显得这张字呢 就是缺少一些个情趣 所以呢 咱写一个大字的榜书 我们后边的落款呢 尽量的把它写得丰满一点 小字多一点 显得这张字呢 就就 韵味就比较浓厚了 所以我们现在呢 要落个长款 落个长款 大概有这么 二三十个字 说明什么问题呢 要说明这个龙啊 它的一个形状 龙的形状呢 就是大家一般的认为 就是牛的头 鹿的脚 嘴呢 像个猪 牙呢 像狼的牙 那么锋利 像蛇的身 像这个 马的尾巴 这个 这是过去画龙的龙谱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句子 先告诉给大家 就是牛头 鹿角 猪嘴 狼牙 蛇身 鱼鳞 马尾 虎掌 鹰爪 说这叫什么龙谱 我们不管它 确切不确切 就有一个 这个传说来讲 也很有趣味的 那我们就把它写下来 如果款着地上呢 尽量就不要再落这个 砍书 牛头 鹿角 鹿角 猪嘴 狼牙 蛇身 鱼 鱼 骇身 鱼 鱼 一头六脚 猪嘴两甲 舍舍鱼林 马尾 虎掌 鹰掌 鱼林 马尾 虎掌 鱼林 马尾 虎掌 落款处如果地方太小之后直接盖两方章 把自己名章盖上也可以的 那么这个就算是一张作品 现在完成了 下面我们给大家再写一个大家经常见到的一个大寿字 很多人喜欢写寿字 我们也做个演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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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写啊 所以我们往往体验对方的上款 用自己的名字 所谓叫上下款 那么中间呢 也根据人家的年岁 比如这人呢 80岁 还是90岁 还是70岁 也不同 所以下面提的这个字句呢 也要跟本人有个结合 看得出是给这人写的了 不是这个随便里写的 比如说 家里老夫妻两个人 都是已经80岁左右了 表明呢 就现在就写这么个字句 说他是这个年道八熊 游世子 天流二老 看玄孙 就说呢 他还能要 和很长的时间 玄孙也等待他呢 来看护 说明他的寿数无穷的意思 好 我们把这几个字 几个字写一下 好 好 那天老师 刚才我们看您写起来 那么挥洒字如 那我们这个书法爱好者 怎么样去练大凯字呢 嗯 这个大凯和榜书啊 这是几个步骤啊 比如说我们学而言学那字 先把这个中凯字已经写好了 当然这个写好了 也是一个相对而言的 就说有一定基础了 那么 小字上 要下功夫了 大字上要下功夫了 就是首先 练习对联那么大的字 不要开始先写这么大的 先写对联那么大的字 就像顽口大小 开始练 逐渐逐渐再往大出去 这个发展 写到榜书的阶段的时候呢 困难可能就多一些了 嗯 主要是条件上的困难 嗯 条件是哪些困难呢 常常是因为啊 地方太小 婚姻不开 嗯 或者是呢 纸缸啊 也有困难 有些啊 你比如说像咱们 刚才写的字都是好的这个啊 这个宣纸 用这种字 只写字的话 去断练 一张两张都无所谓 一张两张你不可能略习出来 你要几百张几千张 那么你去耗资的话 所以经济富汗 一般的 一般的收入是解决不了的 所以呢 在前辈输家当中 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嗯 但是生活在这方面 嗯 解决一点 并不影响 学文啊 练资 那什么呢 过去一句话叫做 穷人富武吗 穷人富武的意思就是 穷可以学文啊 啊 那么我们啊 虽然没有那么多的资金 可以平时呢 找另外地方练习啊 旧报纸啊 在上面也可以练习 古人呢 还有这个 在大方庄上去练习 嗯 占清水在那练习 我想 有志者事竟成吧 只要平常多练习写字 那么在 呃 一个 比较好的环境当中 呃 也不仅仅一定能练出字来 在困难的环境当中 也可能更是一种啊 作用啊 可能更能激发某些人的一种 啊 这种信息 所以在这一块上呢 我就想 说到这里 具体说 呃 在技法是怎么练习呢 将有机会我们再细谈 嗯 那您给我们介绍完了小凯和大凯以后 您下一讲给我们讲什么内容呢 我们呢 在以后的这几集当中啊 嗯 准备 把这个欧阳寻的呃 呃 更多的字片呢 都一一的介绍给大家 嗯 我们现在要解决哪个问题呢 就说很多朋友们呢 从技法到技法 这是不行的 必须有足够的知识 比如我们曾经讲过 要读书 要乐视 要写字 嗯 嗯 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呢 就是说 你在写字的这个过程当中 呃 看其他的书 呃 那么